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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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早晨 我们昨天开始受到一股季后风的影响 季冬季后风今天还是逐渐增强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继续会普遍吹着偏不风 而且今天稍后的风势都会比较大 今早已经有点凉凉的感觉 今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8度 新界再低一点大约是15-16度 今早的各区气温整体来说比昨天同一时间 普遍都是低了3度左右 今早大家出门后上班上学的时候 记得穿件外套 天色方面可以看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看到华南地区都有些云层覆盖着 不过这些云层整体来说都是比较松散 而且还是有些转薄的迹象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日间也会有些时间见到阳光 详细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 我们预计今天会大致多云 一组一晚天气都会清凉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今天最高的气温大约是21度 风势方面就吹这个和湾之道清净的偏北风 稍后离岸会吹强风 接下来的两三天 我们继续都会受到强烈的冬季季后风影响 在天气图里看到 在华南和南海的北部 接下来的几天气压等线是相当之紧密 受到这股季后风的影响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会吹着一些偏北风 而且风势还挺大 这股冬季后风更加会将北方一些航冷的空气 带到来华南余昂的地区 所以接下来的两三天 气温会进一步下降 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最低气温只有12度 大家要做好这个预航的措施 多多保重身体 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